大家对于迈入超高龄社会的刻板印象 可能是会有更多人因为年老需要帮助 因此各国努力倡议运动 饮食及社交来延缓失能 不过后来发现生命的价值不只是延缓失能 还要劳有所用 能够生产贡献 互相帮助 才是带给熟灵人生的幸福动力 这些新的理解让大家开始思考 创造机会给慢性病 身心脏 及衰弱者等多元族群来发挥所长 透过彼此的贡献与互助 自然形成一个社会安全的支持网络 来看记者周传九郑仲宏的报道 七十多岁克里斯汀退休 本可能孤单无聊 投入银法二手商店帮助很多人 市长的敏娜原需要人帮助 主导老人活动据点设计 更多盲人走出家门 退伍军人西格蒙发挥领导专长 身心脏老化者可以生产贡献 老人增加聚焦问题转而聚焦发展 另有一番愿景 地处寒代的挪威 是老人投入生产比例高 且快乐工作的国家 还发展不止为自己 帮别人改善生活的二手商店 供国内外社福使用 克里斯汀是分店创始者 发挥装潢专长 组织排班固垫和外展载货 扩展老人生活圈 我设计创始织排班固垫和二十五个月 我们有25人 在旅行和来 我们有两个部门每天 是的 我喜欢它因为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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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60年代或70年代 店面選社區輸入口人流多 佈置美觀如博物館 常有驚喜 整理貨品善用老人專長 營運策略將名貴新品擺除窗 裡面分區分類動線清楚 上架有困難不擔心 這個社會總有人伸出援手 各店空間共同模式 設舒適談心角落 發覺需要幫助的人陪伴他們 因不抽稅和經營得法兩年前平均年禁收一店三百五十萬台幣 後來翻費 連鎖店已擴大五十家 那只是一個系統 各社補組織各有類似商店 進貨快又雜 輪班長者要花心思掌握 有的店多達五十人輪班 失智帕金森者都加入 二手商店還有附加功能 是老人懷舊治療品選購倉庫 也是新移民語言教室 平原小鎮距離首都一千八百公里 身心障和社會適應障礙的人本來可能只領補助在家 因為退伍軍人和職能治療師開啟翻轉生活品質的希望倉庫 雅斯伯格自閉 唐氏 考慮個人障礙 更看獨特潛力給選擇 我們嘗試她的選擇 不說她的選擇 不說她的選擇 妳可以開始了 但那或那 讓她想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她成功 她今天 她做得好 但有時常要我讓她得到三選擇 對 妳要紋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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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做到昨天 地下室 坐花园挡风围梨 熏肉架 在地木造品 我们不会给他做这些东西 Tommy是一个技术的技术 你看她 狗 这是我们的技术 品质已非 摆出来求人买 而是订购生产 从切菜板到山上环保厕所都有 楼上有手工艺创作和日用品维修 店面产品多 彰显人的独特与创意 你能吃这个 它尴尬没有 迷路的粪便 混 废弃的蜡烛 成为火种 也能卖 创造安全氛围 给予个别化目标 见换测尽可能发挥 医院不要的升降床 搬来再利用 成为可调高度的工作平台 安排外出施工机会 修缮保暖夹层窗 辅导人员陪着坐 其他水电由一般工人执行 对于学员 休息时间享受互动 重要性不亚于工作时间 一年还要四次检讨生活品质 如果包容更多不同长者 当然更好 各种想法的训练 例如说 多论档党的联系 和某历会 当时他们发放这些 我们看 谁留下国人和名字 我们可以召唤 对你留下这个离 你哪里想要续练习 然后我们没有名字和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宣传 人们说我们有这种想法 你愿意练习这种想法吗 芬兰 世界上最先能接待 视听语帐的老人据点之一 服务设计请视帐者主则 明明显个多年了 пример的余bare人中是80-84年 所以余bare人是很老 但这里在临达余的余bare人说我们有一个梦 就是一个地方 到一会儿 where they can gather together 要认识一次 要学习,认识一次 街道要够平 用色对比要强以便分辨 不能有太多回音干扰 地面材质差异化以便触变 灯光要亮不能有影子 免得头昏害怕 点字圣经 点字诗本 触摸浮雕与点字 描绘圣经诗篇二十三篇 人人得到顾念 办公室有辅具 可工作缴税 実继续冰文章 视障者就可读通告 无障碍 另有多种视障体验设施 以及名为 你能找到的视觉健若者 日用品触摸练习袋 间隔帐篷设计 谈话少干扰 椅子购置视障工厂 有荣誉创作标示 怎会只能按摩呢 中午用餐还带领别人 穿过重重间隔 该市视障一个月有18次 使用计程车机会支持外出 明娜建议据点多培养 协助视障客人的员工 大门加监视器 看到就去帮助 这样更完美 除了视障还有听语障长者 手唇语谐牧师 带活动分享交友经验 什么类人是一位好朋友 他们说它是重要的 我们能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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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们比芬兰的俗语 爱带来创意 曾来台湾学习社工的 顾玛雅 25岁接掌据点 每一个月有 联工招募会 每一个有兴趣的民众 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 遥远的国度 致力于无弱者超高龄社会有成 是天后使然 还是靠前可以换到 或者另有答案 用心创造机会 有时比耗费大笔预算 创造硬体设施 更能贴近高龄人生的需求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玉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